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地规方式进行快排 问你地规次数的一个关系 我们知道在快速排序的过程中 你地规的次数其实就是你分界的次数 对不对 就是在问你你在快排的过程中 一共分了几块 包括小块来进行这样一个操作 对不对 那么导致你地规次数出现差异的一个根本原因 是不是就是你基准元素在划分的时候 产生的不同的划分情况对不对 OK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四个选项 首先A选项 他说与初始的排列次数无关 这个是不是肯定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个条件了之后 如果说你是一个最坏的情况 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之中 一个一个往右来进行作为基准元素的话 他的一个排列顺序是不是 一个一个作为基准元素 那么他是不是地规次数是N呀 也就是站内的一个情况 他是不是入了N次 站才能够完成这个操作呀 而最好情况是不是只是要log以二为底N的对数呀 就是你每次都选取的是最中间的结果 是不是最好情况 所以说A是一个错误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剩下三个选项 这三个选项 其实说的是同一个问题 问你划分了之后 处理长的分区和短的分区的先后顺序 和你整体的地规次数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你进行处理的过程中 你是不是对于这个序列 你分了之后左一块右一块 你左边的次数和右边的次数之间没有关系呀 你进行左边的处理和进行右边的处理之间是不是毫无关系 你先处理短的分区并不会使得你在进行处理长分区的时候时间缩短 对不对 它俩之间是不是互不影响 所以说你在划分了之后 无论是你先处理长的再处理短的 还是先处理短的再处理长的 和你的一个地规次数是不是没有关系 这实际上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活了 对不对 你交给了两个相同的自己的分身来进行这两步操作 它俩之间是不是毫无关系呀 所以说我们选的是一个第一选项